提到杨洁导演 可能很多人并不是很熟悉这个名字 但说到他指导的八六版的西游记 相信是很多人的美好回忆 今天上午传来了噩耗 4月15号 八六版西游记导演 编剧杨洁女士因病逝世 享年88岁 4月15号 中国第一代电视女导演 著名制片人 央视八六版西游记导演 编剧杨洁女士因病去世 享年88岁 六小灵童在微博中表示 杨洁导演不仅是我的恩师 也是我的艺术和人生道路上的老师 我们永远怀念您 愿杨洁导演一路走好 八六版西游记陪伴了无数人的童年 虽然让大家记住了唐僧师徒四人 但是幕后的导演杨洁 以及拍摄背后的心酸故事 却显为人知 八六版西游记于1982年开拍 1986年春节在央视首播 已经播出轰动全国 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造就了89.4%的收视率神话 一个摄影师一台摄像机 拍了六年 但是却播了三十余年 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至今仍是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 重播次数超过2000次 成为一部公认的经典 当时剧组条件非常艰苦 每顿饭只有五毛钱的配额 到广州这些已经贵起来的地方 六个饺子就需要两块五毛钱 男生根本吃不饱 杨洁导演就自己掏钱给工作人员吃饭 据杨洁自己回忆 他花了六年时间拍完25集电视剧 一共领了90块钱 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于艺术精品的追求 也正是因为他们的竭尽权力和一丝不苟 才铸就了这么一部经典之作 当有人问为什么西游记能火30年时 杨洁导演一针见血地回答道 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 我们没有为钱 没有为名 没有为力 对于杨洁导演的离世 网友们也都纷纷表达了哀悼之情 杨洁一路走好 感谢感恩 您让经典得以经典 感谢一路走好 私人已逝 但杨洁导演的西游记 却作为一部经典 永远地留了下来 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